贺民远洋的门派 在此门派习武 虽可练得天下无双的武艺 但在江湖上也必须得隐姓埋名 只因五都门此前作恶太多 一旦暴露真山 极易被群细而攻之 这天五都门的老掌门 辞职时日不多 就跟小弟子杨德叫到了身边 他告诉杨德 自己在他之前还受过五个徒弟 他们分别是老大 白族亲手 武功 老二灵蛇狼军毒蛇 老三手如蝎前脚似蝎尾的蝎子 老四神情矫健 随数皆可叛原的壁虎 老五肌腹如铁 刀箱不入的蛤蟆 他们五人虽同门是兄弟 但入门的时间不易 且练武时都戴着各自的面具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互不相识 因为五都门向来不是什么明媚正派 所以老掌门担心 这五个弟子下伤后会 顶性不壮猪恶多端 于是又收了小弟子杨德 想将这五种武功都收于他 好让他以后替自己清理门户 但由于杨德入门时间尚短 且学不专业 所以导致他学艺不精 于任何一位师兄教授都不是其对手 但即便如此 老掌门还是希望杨德可以替他完成心愿 他让杨德明天去驾山寻找这五人 如果这五人中有人秉情良善 那杨德就和他联手 一起将作恶多端之人除掉 杨德听爸算了难 这五位师兄全都改名换姓了 且不到关键时刻 不会将本能武功显露出来 那自己该到哪去找他们呢 老掌门听爸告诉他 五度门中还有一人 那就是他们的师叔 这个师叔以前做了不少恶事 抢了不少钱财 但后来回头是 在一座小镇隐居了 现在他的手上有一笔珍宝 如果不出意外 杨德的五位师兄 应该在打这笔珍宝的主意 所以杨德只要先去找到这位师叔 应该就能顺便找到他的五位师兄 杨德听爸便在第二天 将自己打扮成乞丐的模样 来到了这座小镇 打开师叔的下落 在这儿他见到了两名捕头 一个是满身正气的麻捕头 另一个是威望很高的河捕头 这两名捕头一牵一牢地走着 突然一个男子冒出来 扔了一个纸团给河捕头 河捕头展开纸团一看 上面画着一只蛤蟆 为了避免被他人发现 他看完后直接将纸团吞了下去 然后找了个借口溜到了酒楼 找到了这名男子 原来男子正是蛤蟆老五 而河捕头正是庇护老四 他们一直在寻找老师叔的下落 但却没有任何线索 这两人打算找到老师叔 耗子劝他散了这笔珍宝 免得留下祸根 与此同时 在小镇的另一边 也有两人正在商量 寻找老师叔的事 他们分别是武功老大和毒蛇老二 最近老大已经调查出 老师叔的身份了 所以就特意找到老二 打算和他一起去夺宝 原来呀 这个老师叔 就是这一场其貌不严的老夫子 老大和老二提前做好了埋伏 但老夫子回到家后 就直接跟他抓住 逼他说出珍宝的下落 老夫子视死不从 任凭他们如何别问 就是不开口 两人近壮 又以他的家人性命相要邪 但还是什么也没问出来 老大被气得直接一套脸 找灭了老夫子的全家 这一幕正好被震上的一个路人甲 看到了路人甲被架得不轻 连忙拖着被吓软的双腿逃走了 而老大和老二将老夫子的家 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什么珍宝 于是只好为官而返 哎呀 刚一看没多久 众生的老夫子 并用进最后一次力气 将架子上的蜡烛取下 紧紧的握在了手中 当他再次昏迷后 一个头戴贴纸面具的人走了进来 他拆开这个蜡烛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藏宝图 很快老夫子家的惨案 就在镇上传开了 一虎老四赶到现场 看到老夫子的伤口 以及破碎的蜡烛 就大概猜到了 说是怎么一回事 他找到了蛤蟆老五 告诉他 老夫子应该就是要师叔 这愚公愚私 他都要找到熊手 替老师叔报仇 两人正在交流之际 老四感觉到窗口有人 于是连忙开窗 及此人抓住 这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杨德 他说自己有老夫子 遗案的重要线索 原来他和那个路人甲 交他的时候 路人甲将昨晚目睹的心窟 都告诉了他 这下老四也知道了 老大和老二的身份 他人手下做好埋伏 准备将老大抓捕归案 为了确保万一 他所找到老二 故意和他聊天 将他拖住 这边手下们并不是老大的对手 关键时刻 老五挑出来和老大大打出手 因为老大不是老五的对手 所以很快的就被抓住 压上了公堂 先拎传荒的那个路人甲 无论甲一眼就认出 这人就是那晚的那个大胡子 眼看老大就被定罪的时候 县令收到一封信件 便匆匆退逃了 原来老三跟老二出了主意 打算把这件事推在老五的身上 毕竟老五武功高强 他不出 他们几个也别想要好日子过 于是活老二就仗着 自己是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 收买了县令以及路人甲 让路人甲改口供 只能老五才是凶手 而县令就找了个借口将老四支卡 然后趁机将老五抓了回来 不过老五毕竟是金刚不坏之神 想对他运行逼他认罪很难 所以老二让县令连夜 制作了一件万针椅 这老五有一处罩门 只要是罩门被破 金刚不坏之神也就被破了 于是县令便让人弄晕了老五 然后第二天见他关进这件万针椅里 但没想到老五竟然 好发无损地挣脱了出来 看来这罩门并不在他的身上 老二进一撞并对他的头部展开了攻击 可老二也不是老五的对手 一番打断后 眼看老五站了上风 突然两枚蟹标从暗处射出 刺中了老五的耳朵 看来鞋子老三也在这里 由于耳朵就是老五的罩门 所以他的气功被破 已然美得金刚不坏之神 于是县令先是将他丢结万针椅 然后又将烧红的铁块 直接落在他的背上 这一番折磨下来 老五早已没了意识昏了过去 县令拿着他的手 亲自画鸭 让他将至罪认了下来 最后还上演了一处 他为罪自杀的假象 这个案件就这么了结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老大和老二还将收买的路人甲 和小捕快通通灭了口 当老四赶回来 案件早已传埃落定 他大发雷霆 直言定要为老五报仇 马捕头竞争并劝他 这个案件已板上钉钉 让他千万不要冲动 一眼丢了这个官职 他还说 自己过两天就辞职回乡了 到时候这个总捕头的位置 自己会推荐他来做 让他不要在这个结构眼上 横生直截 可老四的性格 他怎可能会做得住 他想要调查根相 却什么也查不到 老二胡同县令 将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就在他为此极其苦恼的时候 杨德找到他表明了身份 他说只要自己和他联手 就可向老大和老二轻松击巴 但现在最麻烦的 就是不知道老三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老三是好是坏 而另一边 老三再次找到老二 表示老大这人有有无谋 这事迟早会坏在他的身上 所以就打算将他也除掉 老二看透了老三 他直言自己本是福家子弟 对老师叔的珍宝并不感兴趣 奈何当年 他连武功误入了五都门 从此一不错不不错 他不想做坏事 但却被迫做了一件又一件 现在他不会再和老三联手 对付老大的 否则只拍老三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他了 这边老四和杨德 直接来到老二家 打算动手为老五报仇 马捕头精壮 表示自己也会帮忙 毕竟他已经辞官了 不再受拘束 其他为人正义 见死不平 定会出手相助 老四平板 索性也脱了捕头这身衣服 老大和老二进他们前来 立刻和他们动起手了 杨德和老四配合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老二眼见不及 立刻对马捕头说道 自己知道他是谁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不准备动手吗 原来这马捕头就是蝎子老三 不过他并没有出手帮助老二 反而想用蝎尾标取其性命 将老二击倒后头 劝老大和自己联手 还说到时候 珍宝自己会分他一把 老大心动了 本下离开又转身折回 就在双方打斗时 老二挣扎着爬起来 用尽所有一切隔的老三 恨不一招 在老二的助攻下 老三很快就领了盒饭 望他机关算尽了 杨德和老四一起对付老大 心心酸酸比将几击败 随后两人在老三身上 翻出了藏宝图 他们打算找到这里珍宝 让他帮助穷苦之人 自此 江湖上不会再有 武敌门界的名号了 故事大字结束 少师武打电影 剧情设定上很有新一种想法 并且影片中的那些武术动作 看得也极其过眼 闲下之时